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国甚至宣称还将在军事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这种不经美国同意擅自寻找队友的做法 似乎直接动摇了美军在中东的地位 而这股势力的出现也让中东本就不平静的局势再度升温 那么在后伊核时代 各方力量角逐中东大漩涡 究竟将会演绎出怎样的历史变迁 一起走进今天的沙场 2015年8月1日 据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于当日抵达埃及 开始了他对中东多国的访问行程 作为伊核协议敲定之后 继国防部长卡特又一位登陆中东的美国高官 克里斯星还肩负着一项更加重要的使命 那就是安抚对伊朗核协议感到不安的中东盟友 而出人意料的是 在克里斯星紧密的行程单上 竟然漏掉了最亲密的盟友 以色列 据报道 此次克里中东之行并没有前往以色列 在8月3日结束与海湾盟友的会晤之后 直接从多哈离开了中东 而以色列对美国的故意冷落 也进行了高调回应 据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接受本国军事电台采访时表示 克里真的没有必要来以色列 同时以色列也并不欢迎克里的来访 优分析称 此次克里中东之行避开传统盟友以色列 预示着奥巴马政府和以色列的关系将继续恶化 而近期两国关系日益冷淡 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反对签署伊核协议的坚定立场 据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曾经在竞选的视频中宣称 糟糕的伊核协议不会关闭 哪怕是一个反应堆 也不会销毁任何一台离心机 如果华盛顿仍然随心所欲 以色列将不复存在 他同时表示 沙特阿拉伯 埃及等中东国家与以色列有着相同的担忧 据报道 今年7月14日 在伊核协议刚刚签订之初 一名沙特官员随即对媒体表示了强烈抗议 他宣称 伊核协议只会在中东地区引发更大混乱 这无疑是一份糟糕的协议 地区安全也将因此变得更加脆弱 我们看到美国在安抚盟友的中东之行当中 故意避开了以色列 而以色列是反对伊核协议最为强烈的一个国家 那么美国这么做 是不是在故意冷落这个曾经最亲密的盟友 从整个伊朗的核问题出现之后 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最强硬的态度 说要彻底的剥夺伊朗的核问题和能力 但是这个伊核协议签署之后 它的核设施没有关闭 它的油浓缩的能力的话 依然保持着 那么也就是说 伊朗完全还具备着发展核武器的这样的潜力 因此的话 这个以色列是最为不满意的 那么以色列包括内塔尼亚胡啊等等 都放出话来说的话 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 来阻止这个核协议的最后的落实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核协议刚刚签署的过程中间 以色列政府又抱着这样的立场和态度 你说他那美国国务区马上要跑到那去的话 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那与其这样的话 还不如先冷却一下 我先不去 等过一段时间 有一些眉目了 或者有些其他的政治进展的话 再跟以色列做相应的妥协和协商会更好 而且我们看到 应该说伊核协议的签计 确实在中东地区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而且现在站出来持反对态度的 都是美国曾经的盟友 包括以色列沙特这样的国家 那么曾经的盟友 现在站出来跟自己唱对台戏 我们怎么去理解 过去我们一说中东 大家就用一个字就是乱 两个字就叫乱局 但是那个乱的情况下 我们基本上还感觉到 大概还有点适序 那么CITO这个伊核协议的签订 中东到底会怎么走 这个的确引起大家关注 CITO美国逐渐地在中东 实现它叫做这种 叫亲脚印战略 就是我慢慢慢慢有点 往回收自己这种一个力量 我们简单就可以这么去理解了 那么中东就会出现以色列 沙特和伊朗三家力量 就是犹太人 阿拉伯人和波士人 那么这三家力量 到底怎么去博弈 但是从美国的战略上来说 可能是把伊朗放出来 要去在这几个任务当中 做一些平衡 不管是反恐也好 还是教派之争也好 但是以色列到底它怎么弄 但我相信美国人 不会放弃以色列 所以我个人现在感觉到 这乱上了 可能觉得这种变化 有点乱上加乱 所以说伊核谈判 虽然是结束了 但是有人欢喜 有人忧 而且让外界普遍担心的是 两大势力联手之后 将会制造另外一场中东的风暴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2015年7月15日 沙特王子塔拉尔公开宣布将历史性的访问以色列 同时他还想敦促所有阿拉伯国家放弃尖锐的立场 敌视以色列的政策将把中东引向分裂和战争 他表示 近期将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届时两国将在军事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共同应对日趋动荡的中东局势 然而 一对速敌的握手言和 却让外界大回震惊 一位双方挑起的战火 曾经蔓延了半个世纪之久 1948年5月16日 以色列建国的四日凌晨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七个成员国 共同集结了四万军队 主动向以色列发起攻击 第一次中东战争全面爆发 由此长达数十年的战火 在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全面开始蔓延 只不完全统计 五次中东战争 共造成十余万阿拉伯人伤亡 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亿美元 而作为战胜方的以色列 也约有三万名军人在战争中伤亡 一次又一次因流血而遗留的仇恨 让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 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 直到目前 很多阿拉伯国家 仍然视以色列为仇敌 然而 据美国媒体报道 早在2014年 沙特就已经开始寻求缓解 和以色列的关系 截至目前 两国已经进行了至少五次的秘密会谈 这些会议促使两国之间 达成了从未有过的战略共识 一名以色列官员称 两国都意识到 共同面临的地区问题和挑战 双方将共同携手寻求解决方法 我们看到近来沙特和以色列是握手言和 曾经敌对的势力 现在是走到了一个阵营当中 那么对于沙特而言 面对中东地区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那么他感冒天下之大部委 示好以色列究竟是什么目的 趁历史上来看了 就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 关系不是太好 因为几时战争 中文战争打得都比较 双方损失都比较惨重 但是为什么这次以色列会跟沙特 走得这么靠近 我觉得都不是握手言和 应该是握手言欢 双方找到了共同语言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就是伊朗 特别是在有全面核协议之后 逐渐被放开制裁的伊朗 因为伊朗对以色列 发过这样一句狠话 要把以色列在地图上抹掉 或者是地球上抹掉 如果美国不再保护他 美国的保护产撤了之后 他到底凭什么 或者凭借什么去跟伊朗对抗 所以他需要找到敌人的敌人 那么就找到了沙特 那么这样子之前 你包括对野门 这个恐怖分子的这种 这种空中袭击 以色列已经加入 以沙特为首的盟军当中 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但我们从下面 往下情况来看 刚刚前面也提到 就三国之间 到底怎么博弈 怎么去走 这个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 那么说完了沙特 我们再来说以色列 他作为美国 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 之前一直冲汤着 牵制阿拉伯国家的角色 而这一次 他一反常态的 选择沙特结盟 那么以色列这种 擅自转变角色的方法 或者这样的一个行为 美国将如何应对呢 客观上来说的话 以色列是美国的 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 他并不是说 刻意的要跟阿拉伯世界为敌 尽管在阿拉伯世界 很多的国家 或民族里面 造成了这么一个影响 所以这一次的话 沙特跟以色列关系走得这么近 美国肯定会看得不是特别的舒服 这个看得不舒服的话 不是因为沙特跟以色列 两个国家之间走近了 一个犹太国家跟阿拉伯国家走近了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 没有跟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保持一致 因为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美国他感觉到自己的中东政策 在中东地区 传统的铁杆盟友以色列 以及他在阿拉伯国家中间的 一个铁杆盟友沙特 你们对我不理解不支持 这个是让美国感到 非常不愉快的一个重要理由 所以美国也看到了 以色列并不是完全受他操控的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有分析人士指出 说以色列完全有可能 不仅美国同意 那么就摧毁伊朗的核设施 那么之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分析 是因为以色列曾经有过类似的前科 接下来通过短片 我们去了解一下 1981年6月7日 以色列空军的8架F-16战斗机 和6架F-15战斗机紧急升空 秘密飞向远达1000公里之外的伊拉克 这次名为巴比伦行动的空中突击 就此拉开了序幕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长途跋涉 14架战机顺利抵达伊拉克 即将启动的核实验基地 而对于以色列战机的突然光顾 担任首位的伊拉克军队竟然不知所作 在核反应堆周围部署的数十架高炮 和萨姆6对空导弹 完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随后 如入无人之境的以色列空军 按预定分工实施轰炸任务 8架F-16战斗机分三波发起进攻 第一波 俯冲投弹垂直贯穿核反应堆顶部保护装置 第二波 水平投弹 让炸弹携穿较薄的建筑物强力 第三波对核反应堆四周进行轰炸 进一步破坏地下核设施 因为投弹准确而且威力巨大 在短短两分钟内 核反应堆及其设备便被彻底摧毁 最终 萨达姆精心策划多年的核梦想 瞬间化为了炮影 然而时至今日 在伊核协议刚刚签订之时 以色列经典突袭战力再度被提及 显然别有意味 据报道 以色列和沙特两国对伊朗核计划表示十分担忧 以色列曾数次威胁对伊朗核计地使用努力 而沙特国内则有人表示 愿意为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提供必要支援 但据专家表示 如今面对拥有强大防空能力的伊朗 以色列能否复制巴比伦行动 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看到在历史上 以色列并不缺少定点清除敌方核设施 这样的经典战力 那么从现在我们看到 面对着伊朗的核设施 以色列有没有复制巴比伦行动的能力呢 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以色列有这个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能不能够演变成现实行动 并且取得与当年巴比伦行动一样的实战效果的话 这个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第一个就是目标不一样 当年80年代初的时候 伊拉克那个核反应队的话还是比较初级 然后伊拉克还处在一个两翼战争的状态下 可以说国内的话 对整个以色列可能的军事行动的话 是完全毫无防备的 第二个对手能力又不一样了 当年的伊拉克的防空能力 跟现在的伊朗的防空能力的话 完完全全是不是一回事 如果当初伊拉克的防空能力是个小学生的话 至少现在伊朗的防空能力的话 至少也是一个高中毕业的水平了 第三个就是国际环境不一样了 现在伊朗核协议已经签署了 可以说它是合理合法的存在了 而且是得到了美国欧洲 以及主要的世界大国的一些默许 所以综合这些方面的话 不仅仅是说你能不能实现这个效果 就是说你就是想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要掂量掂量后果 那么曲老师 在您看来 就目前的情况 以色列没有可能不仅美国同意 擅自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一个摧毁行动 实际上我们来看 就是美国和以色列 实际上他们两个目标是一样的 就是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永远是这两个国家目标的一个交集 只要伊朗不遵守核协议 拥有了核武器 不管是以色列也好还是美国也好 一定会对它进行轰击 从伊朗核问题开始发生 并且不断的发展 这么一个过程中间 以色列已经不止一次的叫嚣过 说我不排除 要像当年对伊拉克巴克达 核反应对这样的定点清除行动 而且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什么 就是美国有一些声音出现 要把B-52战略轰炸机卖给以色列 这个想法看起来有点净乎天方夜谭 一个是美国的各派都同意这样一个 净乎天方夜谭这样一个观点 同意把B-52给它 甚至背后我们看出什么了 所以我觉得只要是美伊的这种核心目标 这种核心交叉目标 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这点底线不被突破的话 打击的可能性就不会太大 如果被突破 或者迹象比较明显的话 那么这种战争一定会出现 所以我们说中东局势 未来会发生哪些变数 应该说还是有待于观察 但是在这其中最为尴尬的就是美国了 不但的是与自己的盟友发生了分歧 同时在伊核谈判结束之后 我们发现它和伊朗的关系也没有发生什么好转 甚至走向了冲突的边缘 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 随着伊核协议的签订 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北英日益明朗的两国关系 却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顺利 2015年4月20日 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秘密离开了海湾区域 而出发后不久 它便悄悄驶向了霍尔木斯海峡 一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海上对峙 即将由此展开 美国伊朗关系持续僵持 军舰对峙险些爆发冲突 美国力促伊核谈判的同时 频频挑衅伊朗到底是何用意 从表面上来看的话 好像美国和伊朗在谈判期间 双方的那个态度好像是截然相反的 击沉美国航母引发媒体关注 大费周章秀军演 遭遇外界质疑 伊朗频频展现强硬姿态 究竟建制何方 你美国一旦我们跟我达不成这个协议 甚至是你要试图对我打击的话 你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中东局势再现沙漠漩涡 伊核谈判 余震持续不断 各方征询是否将引发新一轮的战争危机 七日激战滚滚硝烟未曾散尽 今朝速敌强颜欢笑过手言和 沙特以色列两大势力强强凉和 是否彻底颠覆中东格局 伊核协议激怒美国亲密盟友 危机四伏再次渲染巴比伦行动 以色列是否真要武力干涉伊朗雍和 各方势力搅动中东漩涡 是否将引发史无前例的沙漠大风暴 沙场推出 暗潮涌动的中东大漩涡正在播出 近年来伊核问题一直是决定 美伊关系走向的核心问题之一 双方围绕这一问题是各不相让 然而随着伊核协议的签订 外界普遍认为 原本僵持的两国关系将会日趋缓 而实际情况却是恰意相反 就在伊核谈判期间 美军航母西奥多罗斯福号 公然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威慑伊朗的目的显露无影 美国一面积极让步推动伊核谈判 一面处心积虑 挑衅伊朗军方的行为 确实令人是摸不掉头脑 而两国关系也因此而变得扑朔迷离 与此同时 美军的频频挑衅行为 再度将两国关系推向冲突的 相对的一面 2015年4月20日 据美国官员证实 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及其护卫舰默替号 从海湾出发之后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前往野门附近的海域 同时 美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此举是为了确保 这一区域的重要海运航线 保持开放和安全 然而据相关消息称 美国海军此举 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 据西方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此前得到消息 一个由7至9艘伊朗船只组成的船队 正驶向野门 疑似是在为胡塞武装运送武器 美军战舰抵达该海域 将协同其他盟国舰支 共同拦截伊朗船队 如果后者进入野门水域 他们随时准备控制伊朗船只 而对于美国海军的举动 伊朗海军司令法达威随即回应称 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 并且有能力应对外国舰艇 构成的各种威胁 最终美国海军并没有发现伊朗船队 此事件继而不了了之 而两国海军更为激烈的对峙 也由此全面展开 2015年5月4日 伊朗第34舰队的数艘军舰 正在亚丁班海域巡逻 而与此同时 一艘美国军舰和两架飞机 也出现在同一海域 并不断地接近伊朗舰队 面对目的不明的美国军舰 伊朗军舰虽然数量占优 毫不忌惮 但如果两国军舰 均沿着目前的方向继续行驶 双方很可能发生相撞事件 伊朗军舰马上发出警告信号 令人意外的是 美国军舰反应非常快 在听到信号的第一时间 便改变了航道 大摇大摆地转向离开 虽然美国军舰早有准备 但险些相撞的一幕 也让美军官兵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们说伊核谈判结束之后 美国和伊朗的关系 并未因此而发生什么好转 那么我们如何去解读 美国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行为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我们假设来去分析一下 比如说伊朗现在已经强大了 那么这几个问题 伊朗能不能帮助美国 来做到一些解决 所以美国也要把伊朗放出来 这是我想是从地区角度来说 那么第二点 从全球的战略来说 就是美国人自己的战略的条件 过去在中东 作为它一个很核心的地方 我个人感觉 目前伊朗 伊拉克的重建也好 还是对恐怖势力的打击也好 美国人现在有点 想尽可能的减少 自己在这方面的投入 想交给谁呢 交给伊朗来做 那么同时他也冲上亚太 在亚太 他觉得可能未来更多的经历 可能更多的利益 是在亚太 我想这个账谁都会算 把我更多的经历 放在我将来 属于最大的一块地盘 当然是很重要 那么将来 我再跟伊朗 把这关系搞好一点 难道不然脸头都得到了 那么至于 双方这种关系的好和坏 我们可能看到的 就是一个表象 79年之前 应该一直非常好 那么过了这么多年以后 关系有点不太好 现在又开始变好了 另外其实刚才 我们也提到了 伊克谈判之所以能成功 美国功不可没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即便就在谈判期间 我们发现 美国的航母 还频频地出现在 霍尔木兹海峡 对伊朗的海军进行挑衅 我们怎么去理解 美国这样的一种行为 从表面上来看的话 好像美国和伊朗 在谈判期间 双方的那个态度 好像是截然相反的 一方面 美国好像并没有施加 过多的军事压力 尽管有航母 在这个地区有寻意等等 但是军事压力 好像施加的 并不是很明显 很充分等等 从意愿上来说的话 美国现在是迫切地 想签这个协议 伊朗的确也是 想签这个协议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你再拿出一个 压力并不是很充分的 一条航母 在这个地方 就为寻意的话 实际上效果肯定会 适得其反 更多的 其实在签订伊朗核协议的话 实际上美国政府 还是试图营造出一个 更宽松的 更积极向上的说 我鼓励你伊朗 要放弃核武器 你可以和平利用核设施 等等 更多的是一种宽松的 向上的这么一个氛围 来努力达成这么一个席 而不是威逼这么一个环境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举动 我们也看出来 美国对伊朗的态度 也一直都是有进有退 同时是有松有紧的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 相比之下 其实伊朗的态度 对美国的态度 是非常的明确的 那么一场 禁止美国航母的实战演习 即将拉开帷幕 2015年3月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在波斯湾入口 霍尔木斯海峡附近 举行了一场代号为 伟大先知九的大规模演习 此次演习的主角 是一个庞大的航母模型 从外观上看 这个模型 酷似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更有意思的是 该模型靠近船头的地方 还清晰地用白漆 刷上了美国尼米兹号航母的弦号 68 演习中 这艘航母模型被置于海上 随后 伊斯兰革命卫队招牌式的 导弹快艇群震撼登场 近百艘快艇整齐列队 向航母模型发起冲锋 声势浩大的快艇群 接近航母之后迅速散开 围绕航母模型高速移动 将其团团包围 仿佛在海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漩涡 随后 扶天盖地的导弹 火箭弹一起射向航母模型 一时间爆炸成此起彼伏 浓烟四起 据报道 伊朗电视台播放了当时演习的画面 从画面中 人们清晰地看到 这艘航母模型被摧毁殆尽 慢慢地沉入水中 伊朗海军演习的震撼场面 随着航空母舰沉入水下而完美收尾 然而伊朗海军如此大费周章地 建造并击沉一艘美国航母模型 也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 我们看到就在伊核谈判的期间 应该说伊朗对美国的军事行动 一直都是由增无减 甚至是击沉了美国的航母模型 我们怎么去理解此刻伊朗的立场 伊朗好像变了剑马弩张 至少是好像就跟一个张开刺的刺猬一样 让浑身都是刺 反正是我要表现出一个坚决斗争的这么一个姿态 让你美国感觉到 你如果要对我进行打击的话 你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用这样的态度来迫使美国在谈判桌上 来更好的谈 来争取更多的条件和筹码 这实际上是一个伊朗的策略 就是真正的伊朗的话 实际上跟美国的目标是一样 要达成这个协议 但是伊朗又不愿意做出过多的让步 因此他一定要在这个 谈判桌前的话 亮出更多的谈判的筹码 那么这些筹码是什么呢 就是我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就是你美国一旦我们跟我达不成这个协议 甚至是你要试图对我打击的话 你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因此他要搞一些演习 此外的话 他要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展示出他国内高昂的士气 那个凝聚力 明星士气 是非常紧密团结的 这个一定要给西方国家 给美国人看得清清楚楚 你看你甭想麻结我 甭想在我的鸡蛋壳里找到一丝缝 我们跟你斗争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写在政治家脸上的这种表情 不是他政治内心所想的 那么就伊朗本身来说 就是从这个国家的角度来说 这场协议到底对伊朗会带来什么 第一经济上我们刚才做一些民众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日内瓦协议签订当时民众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了 当时整个世界都在转播 伊朗民众走向街头庆祝这样一个协议的签订 就是他觉得他们的经济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 那么第二个 伊朗现在拥有中东地区最大的导弹武器库 以色列为什么怕他 伊朗那些导弹不能准还是不准 我一定能打到你的凝土上 我可以打到你这个地方 你就这么点面积 你就这么点人口 所以伊朗在地区上来说 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国 不管协议怎么先 怎么个走向 它一定是个大国 所以我们说伊朗并不像它表现那么毫不在意 而如此一来 伊朗解除武器禁运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了 那么在此期间 有一个国家早已经盯上了伊朗这样的一个军火市场 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 2015年7月30日 据媒体报道 普京的军事顾问弗拉吉米尔表示 莫斯科和德克兰已经完成关于俄罗斯向伊朗交付S-300导弹的谈判 S-300防空导弹也已经接近升级完毕 这批最新型的S-300PMU导弹将很快交付伊朗军方 报道称 早在2007年伊朗与俄罗斯签署了购买五个营 包括40套发射装置的S-300防空系统协议 三年之后 合同正式签署 总金额达到8亿美元 但随后 国际联合国对伊朗实施武器禁运 俄罗斯迫于西方压力 于2010年取消了这一军购合同 但在今年4月 伊朗与伊核六国达成临时协议之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即签署了解除对伊朗出售S-300防空导弹的行政命令 新指令生效之后 俄罗斯向伊朗供应S-300导弹将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而时至今日 伊核协议已经最终敲定 对伊制裁将全面解除 S-300导弹落户伊朗将指日可待 而对于莫斯科针对中东的积极军售行为 美国也寸步不让 2015年7月31日 据媒体报道称 美国军方已经同意向沙特出售价值54亿美元的爱国者三型导弹 美国国防部官员称 出售爱国者导弹 只在让沙特对美国保障其安全的承诺 我们说美国促成了伊核问题的解决 那么很快伊朗的武器禁运会被解除 那么它将会成为武器出口的一个重要市场 但是我们发现首个落户 伊朗的武器装备并不是美国的 而是俄罗斯的S-300 那么美国这种为别人做加益的做法 我们怎么去理解 美国人心里有100个部份 不愿意 但是没办法 这些年美国人也好 以色列也好 包括整个欧洲 以美国为首的整个 包括北约这一套系统 一直对俄罗斯施压 你这个东西你不能卖给它 你卖给它就会打破地区的平衡 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举动 我觉得一个是要抢占伊朗的市场 这是肯定的 最大的问题还是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交恶 或者以美国为首 欧洲之间这种关系在交恶在变化 导致了俄罗斯做出这样一个行为 所以我觉得这种结果的出现 更多的是以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这种政治上博弈的一个产物 实际上伊朗是在中间 借了一个很大的便宜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美国也对外宣布要向沙特 出售爱国者导弹 那么我们看到是不是未来 在这样的一个形势趋势之下 那么中东地区将成为美俄两国 那么军火市场的又一块是个之地 中东地区 它从历史上和需求上来说的话 它就是一个巨大的 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军火市场之一 这个地区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底子差 你看看整个中东地区 除了以色列之外 甚至包括以色列自己 它也不是军火工业的话 就完全能够自己自助 基本上是要依赖于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武器装备 就底子很薄 而第二个的话 是非很多 这个地区的话 就是有名的那个动乱之地 各种各样的那个矛盾啊 冲突啊 战争不断 因此的话呢 各国家对武器装备的需求啊 胃口都非常的大 而且的话呢 都是希望拥有更多的 更好的 更先进的武器装备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沙有钱 我们知道这个地区的话 就是石油的那个质地啊 包括沙大 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些国家 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甚至是一些小国的话 都有巨大的石油财力 可以购买很多的武器装备 这些因素的话 构成了这个地方 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市场之一 这块蛋糕 一直是有很多双眼睛 很多只手拿着刀叉在抢夺 的确 伊朗武器禁运的解除 无疑呢会引发中东地区 又一轮的军备竞赛 而我们看到 最近的一款明星装备 落户中东地区 让本部平静的中东 又会再次掀起波澜 萨德系统是美国目前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之一 近期美国积极将其推向中东 显然不仅仅是武器出口这么简单 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此次向中东国家出售萨德系统 还隐藏着一个更加庞大的计划 随着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核协议 美国军火商也积极地行动了起来 美国利促萨德落户中东 一组简单的军贸出口 缘和成为地区安全的最为祸首 这块蛋糕一直是有很多双眼睛 很多只手拿着刀叉在抢 利促伊核协议引发信任危机 多方安抚盟友 裂痕难以彼合 美国不断搅局中东 是否中江无法收场 所以美国你看这地方 这家卡特也好 克里也好 他就跑到东 卡特刚刚去完回来 然后克里就赶紧去 中东局势再现沙漠漩涡 伊核谈判 余震持续不断 各方征询 是否将引发新一轮的战争危机 昔日激战滚滚硝烟未曾散尽 今朝速敌强颜欢笑 获守言和 沙特以色列两大势力强强凉和 是否彻底颠覆中东格局 伊核协议激怒美国亲密盟友 危机四伏再次渲染巴比伦行动 以色列是否真要武力干涉 伊朗雍和 各方势力搅动中东漩涡 是否将引发史无前例的沙漠大风暴 沙场推出 暗潮涌动的中东大漩涡正在播出 一直以来伊朗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 在中东地区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而随着伊核协议的签订 伊朗军事禁运将是全力解除 但这一情况的出现 也让海湾地区众多土豪国家 因此缺乏了安全感 找到了敲开钱包 引进新手武器的地方 而美国军火商自然不会放过 如此潜在难逢的赚钱机会 近期报道说 美国最先进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可能很快就将进入中东地区 然而随着萨德系统逐步走向中东 此举似乎并不仅仅是 美国军火商一条生财之道 很可能还隐藏着美国军方 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 2015年6月26日 美国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 伊朗导弹对美国防务承包商来说 是比飞来横财的文章 该文章称 一旦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 美国军方将给紧张不安的海湾盟友 送去他们想要的先进武器 而美国所谓的先进武器 正是其萨德反反系统 近期美国军方表示 正在考虑向中东出售萨德反导系统 以帮助中东盟友防御潜在的威胁 加强导弹防御能力 据美国媒体报道 截至目前 美国洛马公司 已经就出售萨德与阿联酋 签署了高达19亿美元的军购合同 而就在阿联酋与美国刚刚签订协议后不久 卡塔尔也立即递交了购买萨德反导系统的申请 不仅如此 有消息显示 其他海湾国家也正在考虑采购萨德系统的可能 不过有舆论担心 美国出于平衡 同伊朗签署和问题协议的考虑 向其中东盟友提供更多军舰 势必将引发中东新一轮军备竞赛 使地区安全形势变得更加脆弱 我们看到萨德反导系统落户中东地区 应该说是指日可待了 剩下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但是我们说作为一款防御性的武器 美国积极推进萨德反导系统 落户中东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 我个人认为的话 这个意味的话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在伊核协议签署之后 你还要大力的推进部署 这么一个导弹的话 你到底是要防御谁 这个所有的国家都会打一个问号 实际上美国真正的目的的话 是想自己部署 把这个一个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中东 但是呢 自己又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借口部署下去 怎么我通过销售的形式 武器卖给你了 但是这个武器的使用权 指挥权依然在我美国人手里 也就是说我通过借机下弹 然后呢 我对该地区所有的 不管是中短程导弹 还是中远程导弹的 这样的国家和地区 都实现了有效控制 这样的话 我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扬 所以说美国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在中东地区部署 属于自己的翻导系统 那么外销可能只是一个幌子 但是我们看到 中东这些国家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那么纷纷表示愿意订购萨德翻导系统 我们怎么去理解中东地区这些国家 还没什么如此热情 这就是伊核协议之后 中东局势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这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 因为伊朗的大脑导弹水平 就非常非常高 那么其他国家 基本上在美国的大棒之下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 基本上不需要这些东西 远程的高空 大气层外的反导 你要他干什么 那么为什么这次表现出这么高的热情 他对这些国家 对军东的局势 到底怎么走 心里没谱 美国人还到底给这地方能提供多少的保护 不知道 你想想以色列心里现在都没底 以色列沙特如此的反对 那是因为心里发慌 那么既然我有钱 看陈老师说的发生不差钱吗 啥有钱 我有钱 你又卖 当然我就买 我买了以后 好歹对我是个保护 而且我买了你的东西 基本上按美国过去的军售的这种思路的话 那我就是你的一个盟友 更重要的还是这些国家 可能对美国 对未来的中东政策他看不清 他需要寻求在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 自己能建立一个保护室 所以说英核谈判结束之后 确实让很多中东国家没有了安全感 他们希望提高自己的自身保护能力 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 是一个大好的赚钱机会 但是我们发现即便是钱赚到了 但是美国的信用却丢失了 那么近段时间 我们看到失信的行为 也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2015年8月3日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多哈时表示 美国已经同意将加速向海湾国家军售 也将与海湾国家加大情报分享合作 并增加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 据报道 近期美国连续派出高官出访中东 以消除一和 各国家与以色列仍然显得坐立不安 据报道 早在一和协议签署的当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公开大唱反调 他发表声明称 这项协议是令人震惊的历史性错误 并表示 以色列不受这项协议的任何约束 不仅如此 沙特与美国暴露出的貌合审理也是日益明显 据报道 今年3月26日 也就是一和谈判达成框架性协议的前几天 沙特组织多国联军对野门的胡塞武装发动了空袭 虽然早在空袭数周之前 沙特就已经告知美方称 正在考虑实施空袭行动 但直到空袭发动前一天 沙特军方才把行动的具体细节通报给美方 而对于沙特联军持续至今的空袭 美国除了提供情报支持之外 并未给予更多的实质性帮助 而此次事件让曾经的亲密盟友 首次暴露出严重的意见不合 也被称为两国有史以来最为尴尬的一次合作 我们看到对于中东一些盟友的反对声音 美国也并不是自知不理 而且是越来越重视 甚至去讨好他们 那么美国究竟在怕什么 那么保证自己的全球战略不落败 这些盟友他要去安抚 特别是以色列 全球战略 特别在中东战略当中一个宠儿 被宠了这么多年了 你现在 所以像这样一个情况 可能我喜欢了 另一个人 我喜欢了伊朗 所以中东的这种盟友 失落 有种失落感 所以他这种孤独以后的这种失落感 如果过分强烈的话 美国这些盟友到底怎么安抚 他是第一 他面临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一直认为 美国人不会离开中东 因为中东有他太多的利益 不管是国家利益 经济利益 还是石油利益 安全利益 所有的都在这一块 第三个 恰恰我是最担心的 就是美国人 对沙特的担心 你现在你和协议谈了半天 你伊朗不意愿保持这种核能力吗 那么我作为沙特这个国家来说 我作为石油王国来说 我为什么不可以拥有这样一个能力 那么这个问题会不会引发中东 新英文的核竞赛 我觉得美国人一定会关注这样的东西 从美国的战略指导思想来说 不允许中东有核武器 这边不管是哪个总统上台 应该是不会改变 这是他的国策 那么这一块到底怎么去走 所以美国你看这段时间 卡特也好 克里也好 还能跑到东 卡特刚刚去完 回来 然后克里就赶紧去 不管是绕开水 背开水 反正都为他自己的中国这种利益在服务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说到在伊核协议签订之后 那么在中东地区确实是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那么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您觉得未来中东的局势应该走向何方 我们看看二战结束之后 中东地区作为世界上动乱最明显的 动乱最起伏最大的这么一个地区的话 是靠美国一家能够解决的吗 是他一个国家就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摆平了吗 不能 即使是伊朗核问题 那个得到初步的缓解或解决 签了这么一份协议之后 我们可以认为在美国在这方面来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的话 是做了一点贡献 做了一点事 但整体而言的话 现在在这个地区部署各种各样的先进的武器 调取各种各样的矛盾 甚至是像伊拉克战争等等 实际上是使得这个地区更加混乱 那么直到现在还是面子上看上去 好像伊朗核协议是美国为了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做了一份努力 但是矛盾还是没有根本解决 未来还是有很多的迷雾 近期持续了长达十年的伊核谈判 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虽然最终以和平的方式收场 但伊核协议的签订仍然在中东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的中东地位遭遇史无前例的危机 而随着中东局势的失控 各方势力卷入乱局 是否将给多年战火不断的中东带来更大的灾难 这无疑将成为美国以及中东各国最应当深刻思考的问题 因为和平才是全世界的共同期待 导弹发射变成放烟花 美俄海军纷纷在演习中发生事故 透露出两国各自怎样的尴尬处境 美俄海军主力战舰纷纷上演尴尬肌肉秀 世界最强海军的实力是否严过其实 俄罗斯经济形势严峻 仍然坚持扩张海军装备 俄海军是否将迎来成生 下期沙场 特邀军事专家为您解读 美俄海上军演双双失误背后的尴尬窘境 敬请收看